咱们就这么看这个车钥匙像什么车的 这是一个本田的啊 家的这壳子够大吧 家的这壳子就跟个手机大小似的 咱们看一下车啊 这车顶多现在为止提出来也就是一个月 这是一个炫动蓝 那是是黑色的 咱们看一下这车的前脸 整个车有点脏啊 其实洗干净了 这车特别漂亮 这样看的话这前脸挺霸气的啊 思域嘛 最受这个年轻人的喜爱了 我也不例外 挺喜欢这车的 看一下 这是一个2020年9月份出厂的 然后车主提回来以后 现在也就刚一个多月点 这是左后侧出现寡蹭了 但是呢 这个今天来这个绝对绝对的不是车主 咱们先看一看这刮蹭的情况 这个杠 固定螺丝这边已经都给拉坏了 这个一看就是蹭的这个水泥堆 上面还有残留的这个残渣呢 就是那种线宽的那个蹲子 一边一个的那个 这个杠可以看到都拉得非常严重的 里边杠卡都裂了 现在咱站起来看的话 测着看可以看到这个 左后椰子板往里头顶着挺严重的 尾灯就是刮着了一点 但是没有坏 只是上面有刮痕 这个杠是伤的挺严重的 扯了一个口子这么长一个 这边也扯了 扯了两道 脚这儿给顶烂了 这个杠脚这儿受歪了 这个总共是杠上扯出了三处地方 然后尾灯的缝隙和这个椰子板缝隙都开的过大 然后待会儿具体是什么情况 咱们拆解开看看 因为是过的线看堆啊 这个右侧这个门把手和右侧 这直接就是这一条给轻微刮蹭了 但是没有掉漆 还是相当有技术性的 现在咱们看一下 这车的总共公里数 目前是跑了多少公里 为什么说这个车不是车主呢 他现在来了以后就一直催着着急 要车啊 然后现在是去吃饭去了 咱们先一会儿就赶紧开军 得着急的给他弄 给他拆解 现在进到车里边 这车里边的酒味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说是酒驾 如果不酒驾的话 肯定新车就得走保险 去四代店了 知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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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办法 现在直接往后倒 还挨着一点 走 走 走 这是大噶噶 你把甲子捧着 举声机啊 我那举声机 我说要把甲子捧着 底下应该没事了 从这就能看见 底下没事 跟你讲过去看你那眼睛玩 行行行 没事 那麻烦你来 没事 底下没事 家伙人还有家吃的 没有没有 干不到 干不到 没事没事没事 干不到 干不到 这底下这银屋板 我拆开过 干不到 水泥 水泥估计是昨天晚上掉那儿的 是一大坨 不仔细看的话看不见 昨天晚上凌晨四点钟有个开梅瑞 敲我门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起来 我说怎么了 她的车跟这个情况一样 架那儿了 前两轮 不挨地 然后跟她打滑 开不出去 结果给她搞出来之后 我把那个水泥上面扣了个桶 结果早上起来那桶没了 但是白天呢 基本上就能看见 然后给那个城市热线打电话 城市热线 那个给工地上联系 后来有人给我打电话 问我这坨水泥在哪呢 我说在我门口斜对面 马路边上 结果到今天晚上了 还是没人来处理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四个车掉进去了 这个车呢 她给我了五十块钱 其实我都 所有的车 我都没开口给她要有钱呢 就跟昨天晚上是在那个开梅瑞 给她搞出来了 我说不要钱 不要钱 她给我进屋里给我扫了一百块钱啊 她说大晚上的把我弄起来 也不好意思的 这个的话 她是直接给我了五十 我不张手要的啊 都是他们给的 既然给的话 我就要吧 是不是 然后 这个城市热线呢 的确是管用 打完电话就有人联系 但是到现在没人来处理 估计啊 明天肯定会有人来处理 因为这个今天 误了三个车 这个打投诉电话 打了丢好几个了 其中有一个 还把那个油底给干漏了 哎 哎会贵 就像这边一样的 就像这边玩的 那边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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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